哈囉大家好我是聖恩 今天我們要延續前兩堂課講到的8bit 那我們今天會來示範一首曲子 這一首歌呢非常簡單 它叫做Lava 它只有三個和弦 第一個是C和弦 C和弦呢 無名指在第五弦第三格 中指在第四弦第二格 十指在第2弦第1格 然後它的根音是第五弦 更音就是這個和弦最低的音 然後再來第2個呢是G和弦 G和弦呢你在移動的時候記得我們前面講過的 類似的指形一起移動 所以呢你從C換到G的時候呢 中指跟無名指一起 各往上移一根弦 十指放掉加小拇指在第1弦的第3格 然後更音是第6弦 再來第3個和弦是F F呢它也是有類似的指形 從G換到F呢 你的中指跟無名指一樣是可以一起移動的 所以這樣 中指無名指分別移到第4弦跟第3弦 然後加十指 按在第1、2弦的第1格 兩根弦一起按 好那一定要記得我們之前講過換和弦的一些訣竅 就是你在換的時候呢 如果還沒有辦法一次到位的話呢 最好從上面的弦往下按 上面的弦往下按 不要顛倒過來從下面的弦按上來 這是左手和弦的部分 C和弦 G和弦 跟F和弦 好接下來我們來講右手的伴奏手法 伴奏手法呢 用的節奏形態是8bit 那我們會用簡單的刷法 那你會看到這邊的譜 這邊 好 這個節奏是這樣子 那個打叉呢 打叉代表彈 根音 也就彈上面3弦 那至於 要彈哪些弦呢 就看你和弦的根音是哪一個 比如說 和弦的根音在第5弦 那我們右手這邊呢就是刷第5弦跟第4弦一起彈 如果根音是在第6弦向G和弦 我們就從第6弦跟第5弦 往下刷 那根音如果在第4弦向F 就刷第4弦跟第3弦 也就是說簡單來說呢 就是那個打叉代表我們就是刷上面的低音弦 而且呢至少要刷兩根弦 不要只單刷一根弦 會聽起來比較單薄一點 好那再來往上我們再看 箭頭呢不管是往下的箭頭 或往上的箭頭 都是刷下面三根弦 那在譜上面的計譜的方式呢 跟我們 理解的下上不太一樣 在譜上面的 往上 箭頭往上 其實在 吉他上面是往下刷 反過來就是往上勾 好那這個看習慣就好了 那我們來看 這個節奏裡面呢 有8個拍點 那裡面呢是第2個拍點是不彈的 也就是灰空的 所以我先不看那個下上 不看那個箭頭的話 他是這樣子 他是 12345678 二灰空 12345678 12345678 這個節奏就大概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講到這個打叉的 跟箭頭 所以呢你就會有低音跟高音的分別 第一個拍點呢是彈 跟音 所以我們先按一個C 第一個拍點彈跟音 1 2 然後呢 3 4都是刷下面三根弦 所以是 3 4 高音弦 然後呢這裡的第5個拍點 一樣回到跟音 所以是 然後6馬上又是 下面三根弦 是往上勾的 然後再來都是 再來都是彈高音弦 7 8 好所以我們把它合在一起呢 它是這樣子 1 2 3 4 6 7 8 1 2 3 4 6 7 8 然後我們把它合在一起就變成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課程內容 這一首歌的 樂譜 還有 音樂的連結 我會放在下面 可以去點閱 那希望這個影片能夠幫助到你的學習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呢 請在下面幫我按訂閱 然後呢也請 歡迎到我的 Facebook的專頁 幫我按個讚 謝謝大家 噠 字幕裡